大家好,我是蘇晓和 今天香港這邊發生的最大的事情 就是黎智英先生被涉嫌違反的土共的 臭民昭著的國安法的理由被抓進去了 隨同一起被抓進去,還有他的兩個兒子 還有他的壹傳媒的首席執行官、財務官 等於一眾人都被香港警方抓進去了 然後全世界迅速把這個事情 作為今天的最熱的一個新聞 這個事情遲早的事情,對吧 因為土共以及香港政府 一直對黎智英先生耿耿於懷,一直想動手 之前也動過好幾次手 但是每次都抓一下,然後又放出來了 這一次不僅僅抓了黎先生本人 而且連他兩個兒子也抓進去了 連他的公司的很多高管也抓進去了 而且不僅僅抓的人還把整個壹傳媒的大樓 從頭到尾翻了一遍,搜查了一遍 可見這個土共真是要把黎先生置於死地啊 所以讓我們為黎先生也是我們的主類的弟兄 黎智英先生祈禱 希望他平平安安的能夠行過死因的幽谷 打一場美好的仗,走應該走的路 讓我們為他祷告,黎先生我們的弟兄 我們的戰士,我們的勇士,也是我們的英雄 這個事情出現在今天,當然是有原因的了 就是因為美國出臺了一個史上最強有力的 最殘酷的也是最凶猛的對香港一種高官制裁 所以從包子黎到林鄭月娥到夏寶龍這個畜生 個個都氣得牙癢癢,他必須要找一個人要報復 你說是不是,他找誰呢,一般意義上講 美國人你制裁你,你反過來制裁美國人不得了嗎 是不是,你為什麼要抓我們的黎先生呢 但是土工他就是這樣子的,這是典型的土工的套路 他不敢對美國人這個動真的,他不敢 最多放出這個王毅和這個華盛妍打他嘴炮 咬咬人而已,放胡錫進咬咬人而已 但是他不可能對美國動真額的 但是共產黨歷史以來都是這樣子的 他從來不敢對任何一個外國的政府大動肝閣 然後殺氣騰騰,他只會轉向去欺負自己的老百姓 欺負自己的國民,所以這個香港本來是一個自由之地 本來是一個文明之都啊,本來是東方之珠嘛 亞洲人的這個精華所在,沒想到啊 真的就這麼幾天呢,真的就搞成這樣 迅速是學到了共產黨的這個什麼,最黑暗的手段 那絕對是清除一段,勝一段 當然了,也不是學了,是因為共產黨已經把整個香港的政治 經濟,文化全部操控起來了 林鄭月娥就是一個小卒子嘛 就是共產黨手上的一個小木偶嘛 提下去動一下而已了啊 關鍵是今天的香港已經完全是什麼夏寶龍啊 什麼什麼什麼啊,張曉明這幫人啊 還有中聯辦的那幫人在操縱啊 香港政府已經是一個點心意義上的一個木偶 一個傀儡,是這樣子的 所以他們終於啊下了狠手 把李先生啊,李先生的兒子 李先生公司的所有的高管抓進去了 這個說到李先生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啊 值得我們說起以前都沒說過 其實李先生是一個真正非常的典型的中國人 李先生生於是1948年啊 你想想1948年 我們知道1949年共產黨就做了江山 他是1948年共產黨 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佈 中國人所謂的站起來的時候 李先生才一歲 應該說他這個年紀的人 如果他生活在中國的話 他是非常非常悲慘的一代人 他受不了 他無法接受很好的教育 他也無法很好的去謀生活 他也無法認認真真的做點事情 他不可能 他一輩子如果在中國的話 就是像一條狗一樣的 像一條腦牛一樣的 在這個世界上屈弱的活個幾十年 然後在貧窮、孤獨、絕望、愚蠢 以及這個無所不在的痛苦之中 離開這個世界 中國太多這樣的人了 但是李先生1948年生人 他過上了一種非常不一樣的中國人的生活 原因無他 就是因為他12歲的時候 他偷渡去了香港 那是1960年 所以在1960年之前 1948年到1960年這12年之內 那是黎智英先生最慘 最悲慘的12年 他的父親很早就逃離了中國 去了香港 根本就沒法聯繫 然後由他的母親 孤兒寡母的帶著幾個孩子 艱難的度日 然後他的母親又被批鬥 經常根本就見不到人 所以黎智英在家裡是老大 帶著幾個弟弟妹妹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一個12歲的孩子 還要帶著另外幾個小孩養生活 你想想他有多艱難 他說他那個時候就在這個碼頭上面 幫人搬東西 非常的貧窮 有一次一個香港人過來以後 看這個小孩子挺聽話 而且挺乖巧 做事情挺賣力 就給了 就不是說你今天我就不給你工資 基本上根本就不給他工資 就給他發了一塊什麼呢 一塊巧克力 然後他就拿這個巧克力 就吃了一口 他當時後來他說 這是我吃過的全世界全天下 從來沒有吃過的最好的味道 他當時就想巧克力這個東西 中國大陸是沒有的是吧 廣東順德人嘛 李先生是順德人 他就說這一定是香港過來的 而且又是個香港的老闆給他的 所以他說我一定要去香港 所以12歲那一年 他就一個人跑了香港去了 從此他的人生就別有不同 在香港的時候他非常的悲慘 幫別人打工做事情 一個月是三美金 這是他的最高的工資 應該說也基本上能夠養活自己了 不只有餓死了 但是李先生這個人他有他的一些過人之處 比如說他的曾經很小的時候 他的祖母就是奶奶跟他說 他說做什麼事情一定要自己做 不要幫別人做 打了一個比方 比如說我只是一個在家裡 在街頭叫賣這個鹹水花生的人 那麼你一定也是自己的鹹水花生 意思就是說你做任何時候你要記住 你自己做老闆 你不要幫別人打工你要獨立 所以你發現非常的有意思 你從這個情況你就會發現 李先生他在你很年輕很年輕的時候 做對了好幾件正確的事情 首先第一 他知道在中國大陸是絕對不可能有任何空間的 你知道嗎 他非常的不容易 然後去了香港了不起 所以我說過無數次中國人任何時候 我告訴你你想辦法逃離中國 離開中國 去任何一個可能的自由去謀求發展 都是你人身最正確的選擇 李先生就是如此 所以我在這裡還是要說一句話 從李先生的故事你會發現 他做的最正確的第一件事 就是逃離中國 如果他不逃你 他很有可能就餓死了 十二歲的小孩你想想吧 六年代根本也沒東西吃了 是吧 了不起 第二件事就是什麼呢 他在事業方面 他一直是自己獨立去做 這也是個很重要的一個經驗 我覺得 一定要自己獨立去做 不要老是幫別人打工 沒有用的 你賺不了錢 你發不了財 你自己做的話 有可能一分錢賺不了 但是也有可能就成功了 是不是 我覺得特別重要 一定要自己做 第三是什麼呢 我告訴你 李智英 你想想他那個條件 他哪有時間上學 他是小學畢業 還沒畢業 我告訴你小學一夜 基本上處在文盲 和半文盲之間的這麼一個水平 但是他就是憑著這麼 他的一種聰明勁 去香港以後 他自己自學 說一口牛逆的英文 我告訴你 一口牛逆的粵語 一口牛逆的英文 和一口牛逆的國語 很了不起 真的 李智英先生上有很多 很多值得我學習的地方 這說完了 李智英先生的這個人生的這些成功學的故事 我們再說說他的政治立場 李智英先生 他是一個非常優秀的企業家 他在香港辦的低價公司 並不是現在的傳媒公司 並不是一傳媒 而是一個叫做佐丹樓的一個服裝公司 你像我這個年紀的人是知道的 我們都買過他的衣服的 90年代的時候 82年的90年代 我們都買過佐丹樓的衣服 但是呢 他那個時候公司做的非常成功 已經基本上在中國大樓已經形成很大的一個 市場營銷的優勢和品牌優勢 如果說他好好的跟共產黨合作的話 他是在中國可以賺很多錢的 他在中國所賺下的錢 一點都不輸給李嘉誠 我告訴你 要輸也輸不了太多 他是個非常有商業天才的人 而且他有品牌有產品 有銀行網絡有品牌優勢 非常了不起的一個人 但是在89年之後 他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 一件非常牛逼的事情 他在這個報紙上面寫了一篇公開信 叫做寫給王八蛋李鵬的公開信 公開的譴責李鵬在六四的時候屠殺學生 由此招致北京這邊的李鵬的這個極度的仇恨 然後一夜之間封鎖所有的 封鎖所有的佐丹樓的店 然後把佐丹樓趕出中國大陸市場 然後導致這個黎智英 不得不退出這個佐丹樓的股權結構 完了以後 專制於做今天看起來很棒的這個異傳媒 所以你說這個人 黎智英這個人做什麼是成什麼 他做佐丹樓 佐丹樓就是名滿天下你說對不對 他做一傳媒 一傳媒就是一個香港最有影響力的 這樣的一個傳媒公司 而且非常的有實力 非常有很良好的收益 他做投資就投資自己成功 所以你想吧 這個黎智英真的是一個天才 幸好他去了香港 他如果在中國就埋沒了 所以我這個重要的話 說三遍說三十遍一定要離開中國 這個黎智英先生跟土工接梁子 除了這個佐丹樓這個事情以外 除了洗了一封獻給王八蛋李鵬的公開信 以外還做過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他寫了一本這個個人傳記 書名叫做我是黎智英 那裡面當然有很多這個 他對中共共產黨的批評 對香港的一些問題的認知 但是那一年有一個這個民間出版商 我也認識 叫做這個也是個寫詩的人叫沈浩波 完了以後他下面有一個 他自己辦的一個民營出版公司 叫做什麼摩鐵圖書 然後到處找選題 那有一年他還跟我說 他能不能找這個李怡菲 寫一本李怡菲的傳記 就那個時候啊 這是大概是2011年的事情 結果他找到黎智英那邊 拿到黎智英的自傳的這個手稿啊 這個稿子 然後在中國大陸出版 然後民營出版社是沒有書號的 你必須找官方的出版社合作 買他的書號 然後由民營出版社發行 然後民營出版社賺錢 然後給這個出版社交一點管理費 就可以了 這都是中國出版的一個 所謂的出版的模式啊 我有很多書也是民營出版公司出的 所以呢 當時找的是珠海出版社 然後從頭到尾把那個書稿裡面 所有的與中國大陸有關的 任何意義上的 涉及到政治理念的啊 香港這個自由理念的 所有的那種 全部刪的是一干二進 只留下什麼呢 只留下這個黎智英這個人 他是怎麼一步一步的成功的 他說完全是一部成功學的著作 也所謂的成功就是 當然他是個商人啊 啊他是生意人的 是不是 他是怎麼做佐藍的成功 怎麼做一船沒有成功啊 完全是在介紹他的商業經驗 管理才能啊 這樣的一本書 結果呢就招致了共產黨全面的封殺啊 完了以後不僅僅這個封殺了這本書 而且把當時的珠海出版社 所有的這個這個班子啊 全部撤銷職務 完了以後把這個珠海出版社 也一夜之間就取消他的出版的排查 從此珠海出版社在這中國 投書出版社上就銷聲匿跡 所以這個黎智英先生呢 跟這個共產黨啊 他是接下兩子的啊 共產黨一直在封殺他 那黎智英先生第三個政治方面呢 當然就是啊 戰衆運動啊 然後以及這個反送的 以及這個最近的反國安法 也就是也就是說 他是一個謙虛的一個啊 這個政治理念的這麼一個商人啊 所以共產黨說他是黑金政治嘛 意思就是說香港的很多搞民主的人 搞追求法治 追求自由的人的後面的政治獻金 都是來自於黎智英先生的 你想想其實黎智英這個人 你想想他是一個非常非常熱愛自由的人 他說過一句非常動人的話 他說我是身無封我一無所有 我來到香港12歲的時候 是不是啊 我來到香港 是香港的自由給了我一切 現在我要把這我的一切獻給香港 他是一個非常怎麼說呢 我不願不願意把人跨得太狠了 他是一個相當相當有毅力 而且相當相當熱愛香港的人 他才是香港真正的主人 像他這樣呢 在香港真正的啊 香港的市民 香港的公民啊 那些人都是一幫混蛋啊 其他的人知道吧 所以你想想啊 黎智英先生是這樣的一個 讓人很感動的人 他的所謂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他的 啊 作為一個香港市民的啊 他的工作的範圍之內 他的權力的範圍之內 他作為一個香港人 他當然有 當然有權力啊 去發表他自由的觀點 香港是個言論自由的社會 你說說吧 香港是個法治社會 香港是個英國傳統下的法治社會 言論自由是理所當然的一個 一個公民的義務責任和權力 你說是不是啊 既然你說香港公民 當然有有義務有責任也有權力啊 去為那些他所喜歡的政治家啊 去做一些奉獻 有什麼不可以呢 你說是不是任何一個民主國家 他背後都是靠民間的資金的捐助的 你說是可不可以的 無論是美國還是英國啊 還是以色列 任何一個台灣都是一樣的 一個人要從事政治總是需要一定的資金 當然有需要給他做一些政治獻金 有什麼問題呢 怎麼就叫黑金政治呢 他沒有任何道理 是吧 所以說黎智英這個人 黎先生這個人 其實他一輩子他個人與政治沒有關係啊 他就是一個純粹的商人 然後有一顆滿腔對香港的熱愛之心 完了以後對政治這個東西 他有自己獨到的觀點 他基本上不是屬於那種所謂的領袖式的政治家 准確的說他應該還是一個企業家 一個商人啊 你可以說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 你可以說他是一個法治主義者 你可以說他是一個自由為生命的人 都可以說 但是你不可以說他是一個政治家 也不可以說他是個陰謀家 沒有這樣的事情 他最終還是一個企業家 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利罪於他的公司 像這樣的人的話 各很多很多人你說是不是都離開香港了 你看說我們說的 袁公怡先生就離開香港了 但是黎智英先生一直說我不走 是香港養育了我 我要為香港貢獻我最後一份力量 所以他的身上真的有一種非常勇敢的美德 你知道嗎他非常的勇敢 這樣一個48年生的人 七十一七十二到七十三的樣子 啊這樣的一個叔叔輩的人 真的讓人非常的感動 他的身上有一種啊 人類思想史上傳統的那種 不斷有人反复在倡導的勇敢的美德 一種殉道的美德 他真的是做好了為香港為自由 為他的信仰殉道 所以說到黎智英先生最後一個需要說的 就是他的信仰 他是一個典型意義上的基督徒 他是天主教會下面的一個基督徒 給他施洗的是大名鼎鼎的陳日君 書記陳日君老先生 這個陳日君老先生 是整個亞洲這個基督教的這個 我稱之為是一個明星事物 一個標杆式的人物 我非常的喜歡這個老人 一頭銀髮啊 一股漂亮的英文 他在很多時候都是表現出一種 一個華人基督徒勇敢的美德和智慧 是他給這個黎智英先生施洗的 所以在陳日君先生的這個施洗下 黎智英先生成為了一個耶穌 歸入耶穌之名成為一個基督徒 所以他的身上的這一切的一切的表現 都典型的體現出一個基督徒的種種特徵 比如他非常的智慧 啊靈巧相舌啊 訓量如各真的 比如他非常勇敢 他有一種基督徒的訓導的精神 為什麼那麼多人都走 他就不願意走 他居住在香港 你說以他這個條件 要走帶著家人去美國去英國 我告訴你黎智英先生有中華民國的護照 完了以後有英國的護照 啊香港的永久居民 他隨隨便可以也可以去台灣 他也可以去英國 但是就是不走 為什麼 因為他愛自由 因為他愛香港 因為他愛真理 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